先那個確認一下這個基本的資訊 就是說反正你是那個 就是現在算是可以上工的 還是 呃 我還沒當兵 還沒當兵 然後當兵的提示是3月4月 5月各有一批 然後我 預計是4月那一批會進去 喔 所以你說今年4月要錄影 4月22號 然後什麼時候回來 就是8月中 8月初吧 8月初會回來 但是已經抽到4月還是 還沒 我還沒 只是猜最有可能抽到那一批 對對對 喔 所以這樣的話等於只能來做兩個月 然後就可能被徵招走了 對我就要 然後就那個 對 要這個當兵再回來 對 喔 也沒有關係啦 反正我們之前也有人是這樣 就是說 來了幾個月之後被當兵徵招了 然後 當完兵之後再回來 這樣子 也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對 就是 嗯 對啊 那既然都聊到當兵 我們不然就來討論一下 你覺得這個兵役制度 到底 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必要的這個制度 你覺得國家用這個 強制真兵 到底這個合不合理 沒有問題這個強制真兵 就是強制這個部分合不合理 還是兵 當兵這個是合不合理 自由當兵 你愛當兵來當兵 不爽不要來當 跟強制真兵的國家 你覺得自由真兵 其實你覺得強制真兵的國家的國力會比較強嗎 那國防會比較強嗎 我覺得 我覺得強制真兵的國家就比較爛吧 他們感覺就是招一些蝦兵蟹這樣進去 那一點到上戰場 我們也是去那邊 擋子彈的 因為我們站在最前面這樣子 搶探 然後就死了 對 強制人民就只是去 生一些那個 沙包進來 那我們這些沙包也沒什麼用 然後還要浪費這些時間 然後資源還要放到我們上面 每個人給我們六千塊 還漲價了 我記得還漲價了 對啊 超白癡 養一群沙包 但是他強制真兵可以不給錢嗎 我意思說他 或是他給的錢 是低於外面的基本工資 他是可以給相對低的錢 他給相對 因為如果你要全自願真兵的話 那個價碼一定飛漲啊 就像台灣這種 算是軍事衝突高風險國家 你如果說是全自願真兵 那可能你一個月給十萬 我不知道夠不夠啦 就是 可是光現在 那台灣我們不緊急 給個四萬 就會有人說 當兵之鐵放完 沒有啊 但是給四萬還是不夠 才會要那個 就是兵役改成一年嘛 我意思就是說 等於要提高那個成本 他才可以 燒更多人進來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我估計 如果要完全用這個木的 完全用自願的 然後兵員要充足 要有一定的戰力的話 那可能一個月十萬 就跑不掉了 才會有原因在台灣賣命這樣子 對 甚至我覺得十萬都太少了 我覺得他如果真的要 增到一等兵 就是 很有戰力的兵 的話 那我估計他一個月 可能得給個三十萬吧 三十萬吧 就是說 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 就是當然兵有不同種嘛 他可能有一等兵 二等兵 三等兵 就可能三等兵 就是最差的兵 可能要一個月給十萬 那比較優秀的兵 可能一個月要給三十萬 我認為這才是 合理的 這個 志願增兵的價格 這就是這個價格都未必增得到 對 所以就是 增兵 就是這種 花錢買兵 可能太貴了 對啊 就如果自由的話 自由變成你要花錢買 如果花錢買的話 我認為就會太貴了 其實也不是會太貴 就是會很貴 那很貴之後怎麼樣 是另一回事 我只是說就會很貴 對啊 那我會說 那他用增兵的話 相對就成本很低啊 那為什麼你覺得增兵不好 因為我覺得自由比較好 自由墓兵比較好 嗯 因為 呃 所以真的兵重點是有沒有用啊 重點不是他花了多少錢 重點應該是有沒有用吧 沒有啊 我聽說假設今天有A國跟B國 就假設地球場只有分成兩個國 一個叫做自由國 一個叫做強制國 然後強制國都是 強迫大家要當兵的 政府一聲令下 不當兵就砍頭這樣 我們就講比較激進一點 嗯 那自由國就是 大家可以自由決定要不要當兵 那當兵的話 就是會有合理的薪水 嗯 就是就是那那 或者說我們也不要叫自由啦 因為有人覺得 資本主義都在奴役大家 我們就叫做 這個經濟國 嗯 我們就先 好那不然我們就再 在那個分分的細一點好了 就我們就分三種國 這樣可能討論起來更有趣 一個是 嗯 就是經濟國 嗯 就是說反正就是他就是 付你夠高的薪水 嗯 你就會去那邊賺錢 就願意去當兵 嗯 然後一個是強制國 嗯 就是說你就是那個 皇帝一聲令下 大家就來當兵 然後不被徵召的 那些就準備被砍頭這樣子 嗯 然後可能還有那個一個是 就是 完全自由的國 就是說那個國家的人都 那基本上就是 嗯 就是說他們是 就是沒有 沒有錢這種 東西 就是沒有什麼 給錢讓你來這種東西 就他們就是 所有的人都是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就是你可以說 烏托邦國 嗯 反正烏托邦國就是 每個人都做自己想做的事 然後那個 需要什麼資源都是 自由取用 嗯 就反正大家都是全自由的狀態 嗯 就是你不會被迫去當兵 你自己想當的再去當這樣子 那也不會給你錢 因為做所有工作都是 沒有錢的 嗯 就等於所有工作的 配是等價的 嗯 你也可以說是全共產國 我不知道這樣解釋 對不對 就是但反正就是說 所有的配都是等價的 嗯 所以你不會因為當地人 讓你賺到更多的錢 嗯 那你說假的這三種國 然後現在就是 地球上假的有這三種國 就只有這三大國 嗯 然後就自由國 經濟國 跟強制國 然後這三大國 他們就是 假設人民都可以自由移民嘛 嗯 結果人民要 要從強制國移到經濟國 或移到自由國 都是可以的 嗯 然後都自由移民的狀態下 然後最後哪個國家會 那個就是打仗吧 現在他們三個國家要開始打 嗯 世界大戰 結果哪個國家會勝出 你覺得 這樣我會覺得是那個 強制徵兵的國家 你覺得他強制徵兵嗎 我覺得成立一定會贏 其他根本不用跟他玩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人 大部分的人都 可能會被洗腦啊 嗯 如果你強制徵兵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一直洗他們 像是之前法西斯族裏 那個日本軍國族裏 那都馬是洗出來 這個西特勒就很會演講 對 邱吉也是靠一體之力 讓那個整個英國從反戰派 變成主戰派說 我們要 我們絕對不能退讓 對 那他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洗腦啊 如果 所以我覺得如果 把所有人強制自己來洗腦 這樣一直洗一直洗 他們就會變成不怕死的戰士 然後就越來越強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那應該是那個 強制徵兵的會比較厲害 那經濟國也可以洗腦啊 我花高價把你聘來之後 開始說那個 你那個KPI 你現在殺死一個敵兵 就賺一千塊之類的 那我覺得對於錢的信仰 跟那個 對於我們國家民族的信仰 那個不能比 因為法西他們就是洗那種 你就是德國人 你就是什麼英國 大英帝國 他是洗那種更深層的那個 價值 我覺得那個更可怕 可是不是說人為才死嗎 就是 事前如命啊 很多人都為了賺錢都不擇手段啊 那今天說那個 給你配一把步槍 打死一個人賺一萬了 大家已經衝上去 摸摸摸摸 一下就十萬塊入袋了 但我還是覺得錢 我覺得還是那個比較厲害吧 還是那個信仰比較厲害 你覺得經濟誘因不行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可能已經升級到信仰 就跟大家相信宗教一樣 所以宗教團體沒有很有錢啊 你自己去看那個宗教團體的財力 這還是弱了一劫啊 比起那個什麼 巴菲特的財力的話 但他們就是一個利益 就是他們有 他們就算沒有什麼金錢的利益 他們還是要待在那裡 就是他們還是很容易 對啊 可是我是說他們就衰敗啦 沒有啊 就像你看那個佛教都衰敗啦 因為他們沒有錢啊 那佛教都這個說這個 我們是出家人的 不以金錢為目標嘛 那所以佛教就比較窮嘛 那就慢慢就不行了 就是 而且 人家不都說什麼佛要精裝嘛 就是因為知道說 可能如果不精裝還是 就沒有辦法 沒有信徒 之類的 就就會衰敗嘛 我理解就是說 我以為那個 就是 資本主義或是這個 經濟學已經 已經改變了這一切 就是說 信仰宗教已經 那個 落伍了 信仰錢財 對對對 就是說 信仰錢財 比信仰宗教更實在嘛 嗯 就或者說 更多人會改信仰錢財 嗯 就現在要信仰宗教 已經越來越困難了 所以你覺得他們就會為了錢 然後就是 拼上帝的性命 去殺掉對方的敵人 這樣子 我應該說我認為 經濟誘因 比信仰誘因 一定是 戰力更高嘛 經濟與信仰還更高 對啊 就是說今天你 你德國人 然後怎麼樣 你為了德國 這個 去殺敵 然後 然後你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 你不可能為了德國 然後就是 就是 就衝鋒陷政嘛 就是我認為這個很困難啊 可是現狀那些最可怕的 就是恐怖分子 他們基本上都是 基於信仰啊 他們可以自己去 邪姬啊 去撞921 或是把地方的人 然後大人就衝進去 自爆 這些都是 我覺得基本上 沒有人可以拿錢去 出賣你的生命 有啊 因為他要花 他就必須活著啊 但是信仰的人 是可以出賣你的生命 因為他的生命 沒有沒有沒有 拿錢也可以出賣生命啊 但例子就比較少啊 哪有少了 你知道那個 殺一個人多少錢嗎 就是說你去顧殺手 對我例子就是說 這個 明明就是 錢就可以 買到很多東西 就是敢死隊 都是可以 因為他會想 他為了他的家人 他為了他愛的人 他為了他小孩啊 他願意去 去死 然後賺一大筆錢給他 他小孩 我認為這種還是蠻常見的 但現在例子就是真的 就是 宗教是比較常見的啊 沒有啊 宗教沒有比較多啊 就是說 如果是 宗教的話 首先他只在特定地區有發展嘛 像是台灣應該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宗教 有這種敢死隊的這種能力 或是 有派出敢死隊的 台灣應該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說就是 你看他的那個威力啊 就你會覺得宗教很厲害 那是因為你可能看到什麼 911恐怖攻擊之類的 你就覺得好像 宗教蠻有力量的 但是你也不想說那個 像是 美國那個就是 那個武器的發展都已經進步到什麼程度了 那些全部都是為了賺錢進去的科學家 結果科學家你想要賺錢 你有一個出路就是你去美國的美軍工作 然後當美軍的研發科學家 研發最先進的武器 然後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收入太高了 然後就 就是那個的威力更強 就是那個 要打那些恐怖分子根本 恐怖分子都不是對手啊 就是 這只是美國現在還沒有這樣打嘛 因為恐怖分子最近也蠻安分的 如果恐怖分子天天911截肌 天天在那邊撞雙子星 你看美國會不會直接把那邊 就阿富汗都炸光 就是 那這是兩回事啊 就是他們科學家去研發武器賺錢 沒錯 但是我們在討論是 我們這些平民 就是去當兵的這些人 到底是什麼人啊 不是啊我現在意思是說 經濟國他就可以用高價 然後買到最厲害的科學家 或工程師去當他的兵 然後他們就是科學兵嘛 他們科學兵做出來的武器 就比較精良 那可能就把那個 就是什麼 信仰兵或是強制國的都轟爆了嘛 因為你強制國的兵 可能都是無腦的啊 就你強制國這台兵 你只能叫他衝鋒陷陣嘛 但你沒有辦法叫他 幫你想一個原子彈出來 發明一個原子彈嘛 但強制國的兵 也會 他們也沒有笨蛋啊 像什麼北韓 或者俄羅斯 應該說如果你是經濟國 你就會受到其他國家制約 因為你必須要控制 你要必須維護這個大局 那如果也是那種強制國 那一定是獨裁的政治 你獨裁的政治 你想要叫人幹嘛就幹嘛 你可以不管經濟 去全力扶持這個 對啊可是我認為說 獨裁的國家 誰會幫你設計精良武器 也就是研發 就科學家 哪個科學家會覺得說 我要幫這個皇帝出謀劃策 然後 或者說應該這樣講 換個方式講好了 就今天我是超強科學家 但是我如果再強制國的話 我可以不用貢獻我的腦力 那我不貢獻我的腦力的話 這個 我也不會被懲罰啊 因為皇帝又不知道我這麼厲害 就我今天不把我的全部的招都拿出來 皇帝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招啊 就假設我有一百種武器 我就先拿個那個 排名第十的出來 可能皇帝看了就很滿意 他不知道我還有更厲害的武器可以拿出來 那強制國也不代表他的 他的努力跟配是不成正比的啊 像北韓你如果你很認真去研發武器 金正恩也會給你一個很高的官 讓你去做為錯 沒有那就是那已經是經濟國了 就其實北韓沒有那麼強制國 我們現在講強制國是純種的 就你就是不能用經濟誘引 如果今天你說我是強制國 我都可以發高錢 然後請人來研究武器的話 這就不叫強制國了 就我們的規定規則 就是三種國都是推到極端嘛 就是你強制國就是只能用強制的 就你就是不能再給經濟誘引 不然你就不叫強制國啊 所以我就只能叫你做 對對對 不做就砍頭 就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不做就砍頭啦 不服命令的全砍頭 對對對 你只能這樣 那叫強制國嗎 經濟國是什麼 就是你做的好給你錢 做的好不給你錢 對對對 所以經濟國就不能砍頭 然後自由國就砍給錢都不行 就你想做你才做 你不想做都不要做 那我想一下那我想一下 而且這個自由國是完全平等的嘛 就你在自由國的話 所有人都是想幹嘛幹嘛 嗯 你想要發明五星去發明 你不想發明五星 你想要種田就種田 嗯 那沒有人可以叫別人怎麼樣 也沒有人可以擁有任何東西 就你今天你去種田了 你種出來的稻米 如果被別人吃掉了 那你就只能承認被他吃掉了 就你不能去那個 揍他說 你怎麼辦 那他也可以揍他 因為他是自由的 不是不是 自由是不能傷害別人嘛 就是說你不能說去 就是你不能是造成他人的那個 這個就是物理傷害 對 你不能那個去揍他 其實這精神傷害應該也不行 反正你不能傷害他 可是你偷吃他的農作物 你覺得就要這樣 偷吃的時候那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那不叫偷吃 因為我們是自由國 大家本來就可以吃 你種你就不要怕別人吃 你如果不想被別人吃 你不要種 哦 是這樣子 這樣子嗎 對啊就是很公平的 哦 我們界定清楚嘛 你今天是純自由國嘛 你今天是經濟國才有財產的觀念 嗯 就是經濟始於財產 這個米是我的 這個杯子是我的 你不能用 這個才叫做經濟國 你要用你要付錢 嗯 大家拿錢來交易 這叫經濟國 如果是純自由國 的意思就是說 像那種幽默 一開始人類最早期那種采集社會 大家都是大家的 才不是 人類最早期的都是強制國 你不聽話就打 就砍頭的 就用武力來脅迫他人 那個沒有 那個是在農業出來的時候才有 因為在農業出來之前 他們沒有行李去有一個王 因為每個人不采就會死 所以他們就只能住 那是個體戶啊 那個又不一樣啊 那個是自由國的一種 但是那個是一個比較 比較落後的自由國 就是我意思說 自從人類變得很先進之後 就再也沒有這樣的自由國出現過了 就我意思說自從 你不是說原始的自由國 你不是說先進的自由國 先進的自由國 就是說講到今天那個 就是 就我意思說就至少你要具備這個 可能譬如說 嗯 飛機好 我們就以飛機來界定 飛機文明嘛 可以人可以離開地面 在空中飛行交通 對空中文明 空中交通的文明 才是文明 有空中交通的文明 然後又是完全自由的 目前地球上沒有發生過 完全 就是你想幹嘛就幹嘛 就你不能傷害他人 那他們有法律嗎 嗯 不是嘛 就是 可以有法律啊 但是我意思說那個法律的 就是 就一定有法律嘛 因為譬如說你殺人還是不行嘛 就他當然會有他的法律 但我的意思是指說他不能有經濟誘因 就一個人要怎麼規劃他的生活 怎麼規劃他的時間 他不能是一個受迫狀態 不能靠經濟去 就我不能是說我為了賺錢 然後我只能來這裡工作 對對就沒有這種事情嘛 就是說我會說我想要做什麼都 就我的 就我生存需要的東西就是 就是 他是 他是 他是充沛狀態的 就譬如說今天就是 所以我說嘛 你眾裡不要怕別人吃嘛 就像他們可能AI幫他們做事 他們就只要做自己想做事 因為AI會去種田 AI會把食物給他們這樣子 對可是可能有人很有興趣 他會想要自己種田 也可以 但是他自己種田種出來的東西 他沒有所有權 就反正說所有人都沒有所有權 就大家不是基於生存的角度去做任何事情 都是追求自己的理想之類的 對但是我意思說他還是算一個共產的結構嘛 因為沒有人有私產 對 就你今天種出來的米 那也不是你的米 對 就沒有什麼人可以宣稱什麼東西 是我的嘛 對對對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他是 完全自由的共產國家 其實這個馬克思念有討論過啊 他就是說要生產力非常過剩的充沛的狀態下 就他的共產主義其實不是中國那套 因為中國那個在馬克思看起來就是生產力不足 太窮 對他的意思說是你要等到生產力都太多了 多到滿出來 就真的大家都是那個資源非常的充沛 然後人都不會死亡 然後在這種狀態下 你沒有一個生存的競爭 那這時候你才來共產嘛 嗯 就是說大家就是財產都是共用的 因為反正財產今天可以說資源是無限的 嗯 就今天比如說你這個產出來的糧食就是 能夠這個十億人吃 那你的國家就有一億人 你還多了九億九倍的量嘛 嗯 所以你就大家隨便吃嘛 嗯 就今天你去種田 你種出來的米被別人吃走 你又不會沒有米吃 你只吃不到自己種的米而已啊 嗯 那你可能會有點不爽 我覺得說喔他媽我種的被別人吃走了 就是 就是我種的是我要吃的 那那看這有一個關鍵嘛 因為可能你覺得你種的比較好吃 嗯 別人種的比較難吃 嗯 那那這就有差異出現 那這就不符合馬克斯講的資源過剩嘛 嗯 因為因為你有種一個比較好吃的 別人有種一個比較難吃的東西 但是 重點是在這個架構之下 假設發生了你種比較好吃的 別人種比較難吃的米的時候 嗯 由於你種出來的米是人人都可以搶奪的 所以這時候你唯一能做的是 你如果希望自己能夠輕鬆的吃到好吃的米 你只能去叫別人也學你的種田技術 嗯 然後就推廣這個種好吃的米的技術 然後讓所有的其他種田也都參考你的技術 嗯 然後大家都種好的米出來 這樣的話才是實現一個 所謂的自由共產 嗯 就是說所以 為什麼他認為自由共產的效率比較高 是因為這樣你就沒有藏私的動機 嗯 就本來你發現了一個好的種米的方法 你會覺得我要藏私 嗯 因為這個我 不告訴別人 我這個米我可以專賣 我可以專賣好吃米 然後好吃米就可以賣很貴 物以稀為貴嘛 嗯 但如果今天是自由共產的話 你的好吃米發明出來之後 你必須要讓所有人都學習這個好吃米的種法 嗯 這樣你自己才吃得到 嗯 否則你種出來可能被別人搶走嘛 嗯 所以我意思是說就是 這個就是為什麼他認為自由共產比較優勢 因為他認為這樣的話 大家就知識都不需要藏私 然後你就可以隨便分享給別人知道 就也想看資本論 嗯 我就一直想要買資本論 嗯 我想要看他會寫 對我也 但我也覺得 確實我們人類應該最後會走向一個共產地 這共產才合理啊 就是我覺得資本主義只是一個那個 沒辦法達到共產的過渡期 我們只能靠這種 資本主義去讓人去提高生產力 因為我生產力就還不夠 我們要逼大家工作 或者應該說是 那個問題一樣嘛 今天你發明這個 好吃米的話你沒有好處 就你發明了好吃米 但是你可能 沒有辦法多賺錢 就你把好吃米的重法交給大家的話 你只能分享到這個 就是 就等於是假如有一萬人口 你就要跟一萬人分享你的發明 但他沒有 他不虧 在那個情況下他不虧 就他就賺得少啊 可是他這個情況 就沒有賺錢的概念 他不需要賺錢的 他只是要 對阿對阿我知道意思 因為就沒有錢的概念了嘛 但是我的意思是 只說就是 呃 就是他的貢獻 是會被所有人去享受的 就他不是獨享 就本來 就是 就其實就是 經濟 經濟學的關鍵 就在於獨享 就說 欸 就是我 只有我是有錢人 我發明出好吃米 只有 少數人吃得到 然後我再跟這少數人交換 他其實有一種排他性 無形的排他性 嗯 就我今天 我是一個 呃 自己爽 對我就是 只有少數人可以爽 嗯 那那所謂的自由共產 意思就是說 沒有少數人爽這件事 你的所有發明 都只會讓大家一起爽 嗯 就是你沒有辦法排除部分人 不能使用你的發明 嗯 那這個就是很大的差別 嗯 那如果你說這個強制國的話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 最有權力的人 就皇帝嘛 嗯 或是那個 類似將軍嘛 因為他統治一堆兵嘛 嗯 那就是那個最有權力的人 就是 他可以這個 一身令下 就 就讓誰愛砍頭砍頭嘛 嗯 就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就是 反正這個強制國的概念就是 只有皇帝一個人爽 嗯 你不是皇帝的你的發明 都是為皇帝所用的 嗯 就是 只要你不是皇帝 嗯 你所有的再厭害 都沒有 嗯 就是你可以跟其他的相比有所提升 嗯 你可以變成第二有權力的人嘛 就他的那個權力還是可以 往上爬 可以瓜分 可以瓜分可以往上爬 但是就是說 你不管怎麼爬的話 還是有 真的 就是最上面的一定最爽 就是就是 反正強制國就是 最有權力的人的那個爽度是 特高 嗯 對 那如果是經濟國的話 就是最有錢的人的爽度特高 嗯 對 那只是說那個 最有錢的爽度特高跟 最有權力的人的爽度特高的話 最有權力的這種東西是更集中的 嗯 就是說 嗯 就是黃帝自動 撼動不了 就更難被撼動了 嗯 就你要在一個強制國當中 然後你是庶民 然後你要當黃帝的這個距離很遙遠嘛 嗯 這個難度很高嘛 嗯 你看以前改朝換代都是可能要幾百年了 幾百年了 嗯 就足足幾十年的時間 這個黃帝都不會異位嘛 嗯 可是如果你看資本主義的話 至少那個首富常常換 每個月都要換 沒有到每個月啦 可能幾年要換一次嘛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最近是比較頻繁一點 嗯 但是過去可能就是 比爾蓋也當了蠻多年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至少它是有流動的嘛 嗯 就是它是 還是可以有財富的移轉 還是 對 對 所以我會說有點不一樣 就是 就是 對 就經濟國的流動性是比較高的 嗯 那如果你是全自由國的話 就是 不存在這種流動嘛 你所有的好處都是 所有人都一起平分掉了 嗯 你的新發明呢 很好 那你貢獻了所有人這樣子 嗯 你沒有一個 就是 只貢獻自己的這個機會嘛 嗯 對 所以哪一個比較好 哪個的軍隊會贏啊 喔軍隊會贏 這打仗誰會贏 嗯 好 好 打仗誰會贏喔 對啊 他們生活水平不是一樣的嗎 因為你剛剛講的就是 自由 自由國家 他 因為他已經吃飽了 而且他就可以吃得很飽 他不用做事就可以吃飽 對 但是其他兩個也是這樣嗎 可是其他兩個是這樣 他們就不成立了 因為他們 就不需要錢了 因為他們也 不會吃飽 他們也吃得飽 不會啊 很多人吃得飽還是努力在賺錢啊 這個倒不一定了 哦 所以還是只保可以 對啊 我覺得誰最強 對 可是你這樣子吃得飽的 你可以這樣想嘛 就是大家的人生的目標嘛 比如說如果是經濟國的目標就是要登領首富 嗯 就是他的目標就是要成為最有錢的人 嗯 但如果是 這個 強制國的話 他的目標就是要登基當皇帝 嗯 那如果是自由國的話 他的目標就是要做自己開心的事 哦 人民的目標是這樣 就是每個人的目標是不同的 哦 然後 強制國就是強制生兵 我不知道那個詞 就是強制當兵 對啊對啊 就是他不當兵用殺人家 因為最有權力的人 可以叫大家當兵嘛 那你不當兵就把你殺了 他付錢讓你來當兵 對 他的一個工作 對 然後另一邊 那另一邊的會怎麼樣 就是你想當兵就去當兵 你不想當就不用當兵 對對對 你有一些人他們可能就很愛玩那個 就是什麼 四季帝國啊 還是玩四季帝國 我就說就是 大家有人就喜歡那個衝鋒殺敵嘛 就可能那個自由國裡面 也有一些他們可能就酷愛這個打仗嘛 他可能就喜歡去那個 就是 就是去攻打別的國 增加自己的領地什麼的 他可能有一些這種愛好啊 他可能就是 就覺得很享受這個 殺敵的過程 對 或者是他可能是退了求 他想要保家衛國 今天有那個強制國人來攻打 他要守城 他不想要讓這個國家亡國嘛 他還是有他的動機嘛 只是他的那個 就不存在經濟誘因 也不存在權力的誘因 那自由國 想打仗的人 人是嗜血的嘛 就如果人是嗜血 自由國可能就會贏 可是大家都會保衛 保駕衛國啊 不管在哪個國家 保駕衛國都是成立的 沒有啊 你在強制國 你不見得想要保駕衛國 你只是因為不保駕衛國 你會先被殺掉啊 你的決心不夠強 就像不是有那個嗎 很有名的 就是那個某將軍 就畫一條線說 你如果退過這條線 我就殺了你 所以你一定要往前衝嘛 可是 因為他們假設他們人口一樣 他們 都有同比例的人 是想要保駕衛國的啊 但是 不自由的國家 因為很多不想保駕衛國還是要上戰場 沒錯啊 就這個意思啊 但是自由國可能會出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就發明什麼原子彈 又把那個 強制國都炸死了 強制國也可以去發明原子彈 對啊 所以這就是關鍵啊 強制國的可能 強制國的可能 所有舉國的人 都被強迫去研究原子彈 對啊 然後可能還研究不出來 就因為他們 但是他們的人都是一樣聰明的啊 因為 人研究原子彈的人在自由國 那應該 在強制國也會存在類似的人 對 聰明度相同 可是他不見得要做嘛 因為我很聰明 我的發原子彈 不代表我要把我的發明 提供給皇帝 可是他提供給皇帝 他可以 提升他的地位啊 他可以把全部人炸死 然後他自己當皇帝啊 沒有啊 他把全部人炸死的話 他當皇帝 就沒有人給他死了 他炸死一小部分啊 他只要讓他們知道我現在有原子彈 我是老大就好啦 可以啊 所以他們也會有原子彈啊 就不是只有 因為他發原子彈 可能有機會讓他當皇帝 對啊 但他也可以拿來炸其他人 當然啊 有機會啊 有機會讓他當皇帝啊 對啊 對啊 所以他們還是有做誘因跟至上 有誘因啊 就我的意思說那個誘因就是他要想當皇帝啊 對啊 但你不是假的大家都想當嗎 所以這樣他們還是會有原子彈 不是不是我沒有假的大家都想當 我只可以講那個國的誘因就是想當皇帝 那他就是可以做原子彈為了要當皇帝啊 可以啊 對啊 所以他們還是會有原子彈 所以他們 在這個情況下就是他們科技相對 三個國都會有原子彈 對啊 只是他是不同的成因嘛 就強制國有原子彈 那些有人想要在強制國選總統 或是這個爭奪地位的時候勝出 創威 他想要創威 所以他就發明了這個原子彈 然後把別人炸一炸之後 他就創威成功了 對 他就當皇帝了 那這樣的話如果在經濟國的話 他發原站可能就是他可以賺錢 嗯 他發原站他就有很多錢 他可以用錢去吃飯 可以去那個嫖妓什麼的 反正經濟國嘛 就是沒什麼套的 就是 沒有啊經濟國就是應該只有經濟啊 確實 所有能賺錢的事情都要被允許啊 確實 你不可以禁止人家做那些色情產業 他想賣什麼就賣什麼 對啊 這一定是這樣 這樣才合理 這樣才合理 不然就不夠經濟國 對啊 是極端出現的 啊自由國就是 我就是爽 我就是覺得 研究員這樣太開心了 那我就喜歡那個研究出一些武器 然後可以 不一定要炸人嘛 可以保衛嘛 威脅一下說 以防有人要來攻打我國嘛 那把那些敵軍都炸一炸嘛 如果這個情況 那自由國就會輸啊 因為 就跟我講的同等 大家的同等比例的人 就是我假的 保駕衛國人 就會想要去打仗 對對對 但是同等比例的人保駕衛國的情況下 自由國不會再有更多人出來保駕衛國 然後一絕高下這樣子 那就是 好 那我要想 那自由國講那麼久沒有用 我想一下 到底是資本的力量強大 還是那個地位的力量強大 當然現況是資本比較厲害 可是 不一定啊 搞不好地位比較厲害啊 你怎麼會覺得資本比較厲害 因為現在都是有資本的贏啊 因為沒資本的都被搞垮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沒有想清楚 因為 有資本的 只是 佔了優勢 不得以贏 因為現在地球還不是一個國家 現在地球還沒有大一統 所以那就是變成誰會大一統 大一統才叫贏 就讓整個人類都變成他們 沒有 就至少整個地球 整個地球都變成 比如說 自由國的國度 還是整個地球都會變成 經濟國 或者整個地球都變成強制國 所以誰會佔領整個地球 對啊 用軍事來佔領這個地球 對啊 就是當然是這樣 大家都一樣想 現在沒有人 就是現在只是資本主義看起來佔了上風而已啊 可是這樣就變成會討論到經濟的問題啊 因為如果你強制一個人做事的那個動機一定比 給一個右翼的動機還要少啊 因為畢竟他們是被強制 我強制你種田跟我 你種田我給你錢 這兩回事啊 你給他錢他的產能應該比較高 因為他種越多賺越多錢啊 但強制的你種了你可能是給皇帝用啊 那你中間那個產值一定比較高 他可能強制國吃都吃不飽 但是中間那一國至少他吃了飽 可能有餘力去研發更多的東西啊 那強制國可能也吃都吃不飽 這樣的話中間那個一定會 就是中間就是 經濟國一定會贏 那不一定啊 就是你強制國的話說不定 大家更賣力的種啊 因為經濟國的話就是 呃 就大家種是為了賺錢嘛 然後 但是就 嗯 我想一下 自由國種是為了理想嘛 自己 我自己想 我想要讓農夫 然後經濟國是 我為了要錢 我為了所欲為 但是強制國是 你給我去種田 他可能會叫一個 想當科學家的人去種田 沒有啊 就叫錯人而已 但是他 但他叫對人就好了呀 結果他強制國 可能也可以叫對人 但是他叫對人的成本就比較高啊 他真的這樣子一直觀察 你好像適合當農夫 他可能也不會跟你講 就他跟你講有可能 你不需要那麼多 你不需要那麼多科學家 對可是那道理的說法的話 自由國應該是更有利啊 因為自由國 可能就是讓最厲害的農夫 去當農夫啊 你經濟國他都可能判斷錯誤 結果我以為我當農夫會賺錢 結果哎呀我想錯了 我應該當科學家 因為我不見得知道自己擅長什麼 或我不知道那個工作的存在 結果搞不好 對啊搞不好有更適合我的工作嘛 但是我要跳槽到那個更適合我的工作 他有一個風險嘛 就比如說我現在月薪30萬 有一個工作月薪60萬 更適合我 但我不知道 我可能不知道那個工作的存在 哦 對啊那 可是這樣子自由國 他反而就是已經在一個 他經濟已經 就是他已經大幅領先這兩個 這兩個群體啊 因為他吃得飽 他只要說他想做事 可是這樣有點不公平 因為他已經 不是 大家的那個條件是相當的 所以你要想的事情應該是說 自由的狀態下 你比較容易找到你的專長 視財視任 對 還是在經濟的驅動下 你比較容易找到你的專長 一定在自由的情況下 你比較找到專長 未必啊 有人會主張說 可能大部分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擅長什麼 需要資本家告訴他 但是 真的啊 有人要付你 哦你適合這個 你不知道你太笨了 那我給你更多錢嘛 就是說 比如說你現在要畢業找工作 你不知道你適合做什麼工作 沒有關係 你就看誰付你最多錢 你就公開競標啊 就說 啊我現在這個 我是吳振浩 然後我的條件是 然後 就是我可能參加過火星人試驗 然後有多少積分 然後你就說 好現在我要來求職了 請大家告訴我 我適合什麼工作 但其實你覺得我適合什麼不重要 你就是出價嘛 那你可能有那個什麼 就是 做那個 就是筆記型電腦的 可能華碩就來說 哦好那吳振浩 我願意出一個月五萬請你 那可能有那個 什麼做軟體 像Makrosoft 他可能就說 我願意出十五萬請你 那你可能就發現 哦原來我更適合做軟體啊 其實你本來根本不知道你擅長什麼 可是賺得多寡 跟飾不適合是兩回事啊 沒有啊 賺得多就代表適合 沒有啊 那適合是你 你適合是發自內心 真的是你這一行 應該說你的適合看是你從個人出發還是從這個社會的角度出發 因為自由國那邊一定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 對啊對啊 但是 資本這個國一定是從社會的角度出發 你今天 因為我今天在 我會電腦我跟會種田我那個價值不一樣 會電腦的價值在資本國會是比較高的 所以他當然會用比較高的配型我 但這不代表我可能更喜歡種田 但是因為 沒有那你擅長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不問喜不喜歡 我問的是擅不擅長 可是自由國一定會選喜歡啊 對對對 所以他可能沒有競爭力啊 他們沒有 就是比如說舉例來講嘛 就想像才是三個國家要各派五個人打籃球比賽好了 那自由國的話就是一定是讓最想打前鋒的打前鋒 最想當中鋒的打中鋒嘛 最想投三分球的去射三分球 原來是自由的嘛 那你如果是資本國的話就是說我要 最適合的 就是沒有就是你適合什麼你的價碼不一樣嘛 就是說今天如果你那個就是什麼 庫里說要打中鋒 那你的薪水就會大減嘛 那所以就是庫里就會去打那個得分後衛嘛 對對對 就我意思就是說 就是經濟國他就透過這個經濟誘因來調配嘛 就你更適合打空位我就付錢 付高的錢給你 那你就會來打空位了嘛 那可是如果是自由國的話 關於庫里很喜歡打中鋒 他就有一些效率的浪費嘛 那經濟國的那個 就是他是用 反正用錢讓所有人都在最適合位置 這樣提高最大的那個 對所以他的球隊的戰力會比較強 因為他的每個人都擺在比較對的位置嘛 那強制國就是那個黃帝書 我覺得 他比較 對於你適合打後衛 對 對 對 可是那個什麼 就是經濟國會有一個弊端嘛 就是說那個是跟那個 最佳話的演算蠻有關係 嗯 就你可能當下 打空位是最適合的 但如果你改練中鋒 比如說庫里如果改練中鋒的技術 說不定他五年都會變成超強中鋒 就資本主義最常被批評的就是大家都短視盡力 嗯 因為看的不夠遠 不知道庫里改打中鋒進來會那麼厲害 他沒有把未來的價值折現回來 他看不到 不看現在 因為看不到沒辦法折現嘛 因為沒有一個好的理由叫你去 砸大錢買庫里進來打中鋒嘛 沒有球隊會這樣幹嘛 嗯 因為球隊都要 就是他都要交代嘛 說我們的資金的用途 那如果今天我請庫里打中鋒 萬一球隊就 就輸了 連輸六十場 那怎麼辦 就是我那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不敢嘛 他一定不敢 對 那什麼樣的國最敢 一定是自由國 因為自由國已經不是敢不敢的問題了 那麼庫里就想打中鋒 你就阻止不了他 可是想打跟上場還是兩回事啊 對 他可能不擅長 我沒有說他一定擅長 可是庫里去打中鋒就失敗了 但那個就變成他那個 他那個浮動 強度浮動 那個經濟國 他可能強度浮動比較小 在一個維持在高檔的浮動 對 但是在那個自由國 他可能就是這樣子 對啊 就跳動了 因為他哪天突然不想幹本來的事情 他就又跳走了 他就不見了 就跳動了 不過他喜歡但他就很不強 對 就跳動了 然後這樣子的話 喔 沒錯啊就是這個意思 就跳動了 對啊這樣他比較跳啊 這樣還是資本會 另一個 那這樣的話強制國不是更贏嗎 因為強制國的話 那個皇帝就指派啊 但這個前提是強 皇帝要是一個 皇帝要眼睛血量 對啊 但皇帝通常 那皇帝眼睛不血啊 他怎麼當上皇帝 要打的啊 就是打出來的嘛 那打出來的不是應該是眼睛最血量 不然怎麼打得贏 因為他只要被打仗就好 打仗 打下國家很簡單 治國很難啊 但是打下來比較簡單啊 他不一定是個好會治理的皇帝 但是他是個會打江山的皇帝啊 因為打架我就只要把他殺掉就好 那治國呢要分配資源 然後要幹嘛 然後攻鬥爭鬥這樣子 這比較困難 他們只會打架而已 沒有啊 強制國他也可以是 治國競賽冠軍當皇帝啊 但是沒有國就沒法治啊 就是通常都先打下來才治啊 你是說 因為擁有武力的人 打下來 散打仗的人 就孫子兵法熟讀的人 不一定是那個治國的門手 然後但是他會是權力的頂峰者 然後所以他掌握了最大的權力 但是他的治國可能是比較爛的 然後就會導致那個他的效率不張 他就選一些廢物啊 然後經濟國的話 就相對可以讓擅長治理的人出頭 對他可能擅長打仗的打仗 自己也治理 這樣子 雖然不是 對因為打仗的價值可能不夠高嘛 嗯 就是說 呃就是 打仗不是唯一的價值 嗯 就是我擅長打仗 就是我賺一些錢而已 但是你有更擅長當科學家 對我不會因為擅長打仗 讓我變首富 對 對因為就是可能 整個經濟運作中 戰爭只佔一個環節 嗯 就是侵略他國獲得資源的效率有可能 比較低 比較低 還不能派最強的角 可是不對啊 侵略他國 可是沒有啊 你看假設我是強制國 嗯 然後我裡面就是 站出來一個特別會打仗的 然後他就再把那個經濟國也打下來 然後就把經濟國的那個 錢財都獲取了嘛 嗯 那我會說這樣的話 還是強制國會贏啊 因為經濟國的打仗人手 得到的報酬 就相對變爛了 就你要想喔 如果你是一個軍事專家 嗯 就假設孫子在世 然後你在經濟國的話 你只是領個高薪而已 但是你在強制國的話 你可以透過串衛 變將軍 就先當將軍 然後再串衛 你可以當皇帝 那你的報酬更大 然後你當皇帝之後 你再去徵伐他國嘛 你再去把那個 就是經濟國打下來 你就又擁有經濟國的江山了 對 你再去把自由國打下來 這樣不是很 那這樣就會變成人類 就會這樣子 就是 靠拳頭打架 然後這樣子打打打打 然後都變成 被強制國統一了 對啊 但這時候他又不會治國 然後我們就這樣分裂分裂分裂 然後我們就滅亡 沒有他不會治國也不會滅亡 因為不會治 治的爛 你治的再爛都還是可以存活 不是嗎 那就會變一個循環啊 就你強制國治的爛 但是沒有關係嘛 因為你還是可以讓那個 經濟國的高手 請那些經濟學家當你的宅相 但是那個是 但下一代 他就會又回到原本那個強制的狀態 他最終還會回到 不是不是 強制國還是 那個你可以請一些厲害的人 來幫你當宅相 治理一下 但那個是因為你知道 他的經濟國表現好 你才知道 你說下一代就不知道要選誰啊 下一代嗎 他就開始越來越笨 因為你就不知道要選誰了 經過幾代之後沒有環境 然後就不知道該選誰 然後大家越來越笨 對然後或者是你把皇位傳給自己兒子 自己兒子又笨蛋 拉斗 然後就又退化了 對對對 這樣我們可能就是 然後就需要 對所以一段時間需要再有新的篡位者出現 就是中國古代的狀況 需要再有很會打仗的再來篡位 但他就是一直這樣子惡性循環 但是這樣子經濟國可能因為 對可是這樣的前提是他們吃不飽 因為通常公司因為吃不飽才會反抗 因為其實如果他們是強制你做 那你吃得飽也沒有問題 但如果吃不飽才會有問題 所以問題應該是 他們到底能不能這樣子吃飽 他們能吃飽其實就沒有問題了 一定會有吃不飽的時候啊 因為總之會有什麼飢荒嘛 或者會有什麼 這個什麼 就是太陽能量長巴拉巴的 就你一定會遇到一些環境很險惡 小兵器 對你一定會遇到環境很險惡的時期 然後你在環境很險惡時期的 那個強制國的 知識儲備不夠嘛 就會 對 可是這樣就變成說 就會反抗 可是沒有 可是他革命沒有差 他內部革命的話 只是換一個人當皇帝 但是不影響制度 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 不同制度 哪個制度會贏 對哪個制度會贏 不影響制度 但是如果他們換成 就是他們換成資本主 他們換成經濟國的話 那他們就會發現這樣會比較有效率 所以可能就開始有 就是經濟主義的人開始又在萌芽 我們這樣子才能度過小兵器 因為這樣子才是比較有效率的 那他們可能又開始萌芽 然後就是去反抗那個政府 然後可以在那個 因為他們比較有效率 所以他們可以在那個 經歷困難的時候 再把那個人踢下來 換經濟國做主 對 可是就是說 他只是懂得怎麼面對小兵棋啊 沒有 他小兵棋的重點是 他懂得效率啊 就是他知道誰放在哪裡會有效率 他才能度過小兵棋 所以他的重點是效率啊 對 就是你的意思還是 經濟的效率比較高嘛 可是我現在意思是說 經濟國的效率未必那麼高 因為他是局部最佳節 結果經濟國可能遇到小兵棋的時候 也措手不及 因為他就是 大家都只想要賺錢 但是 但是因為沒有人 掉到小兵棋會來 但那是相對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沒掉到 可是他儲備的就比較多啊 因為他原本效率比較高 他這一年可能生存了一頓 他只生存了五百公斤這樣 反正說糧食儲備就不一樣 他們就自己偷偷這樣子過冬 過完冬之後 沒有 那經濟國的糧食儲備 那這樣的話 那自由國的糧食儲備才會過剩 因為你要想喔 就今天你是經濟國嘛 你多生產糧食 你就賣不出錢了 那你就 誘因就降低了 可是如果你是自由國 可能舊人他媽的 就腦袋有動 他就想要愛生產糧食 他就天天猛生產 然後生產了十倍的量 生產了百倍的量 然後又有一個人他腦袋有動 他就生產存放技術 他就產出了一堆 不是我意思說他們不太正常 但是他們沒有那個經濟誘因去限制他們 所以他們就真的會去做一些奇怪的事 然後他們做的這些奇怪的事情 反而是會儲備一堆能量 就等於說他就儲備了很多的這個 誤打誤撞 誤打誤撞 因為他們是這樣子嘛 對對對 所以他誤打誤撞他就存了十倍的糧食 所以他反而是最有可能度過 他們省到六人就贏了 就最有可能度過小兵棋的嘛 因為你要想嘛 你經濟國的話 大家可能就覺得我產糧食 產兩倍夠多了呀 那我再多產又不會賺錢 那我就要去產別的東西了 但是你只有那個自由國是最可能多產的嘛 有可能都不產 但有可能產超多 就是強制國就是皇帝吃飽就夠了 然後底下人吃不飽也沒差 因為他們糧食一定產最少 因為只需要讓皇帝吃飽 那經濟國就是要產一個可以賣得出錢的量嘛 所以可能大家是所有人吃飽起來用 或是九成人吃飽 他不會多儲備 對 或是他如果發現多儲備 有可能可以突然在量價標高的時候賣很貴的錢 他可能會儲備個兩倍之類的 但他就是有合理的經濟誘因的儲備 就不是常態 但是你如果是自由國 他可能就無腦的儲備了十倍 因為他就很愛生產啦 他有可能什麼都不準備 他有可能準備超多 他有機會準備超多嘛 他有機會準備十倍 然後在小兵前他就有巨大優勢啊 如果剛好就是這樣一直循環 總有一次是他最多食物這樣 對對對 這他一定會多到不行嘛 就是說自由國才有機會會多到不行 就其他兩國顯然都不可能儲備多到不行 只有自由國是有可能會多到不行 但他們現在都在強制國下面了 因為就先被強制國打爆了 他們現在自己偷偷偷偷這樣 對可是就是那個前提是因為你認為那個強制國要攻打是很容易的 那攻打難易度是取決於那個邊境嘛 就像譬如說你說中國要打美國如果在沒有船沒有飛機的年代 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距離太遙遠了 對蒙古都打不到啦 對啊 那所以我意思說就是如果在隔絕太的時候 那三個國家就是各自發展 獨立發展 然後發展到空中 發展到空中交通的時候 對阿對阿對阿 就是為什麼現在經濟國會佔上風嘛 因為經濟國跟這個傳統的皇帝制的這個中國 在發展的過程中是隔開的 就他們曾經被隔開嘛 然後中國是皇帝制 那就是但是你就算是什麼陳吉思汗最強的時候 也打不到美國啊 就我會說他是隔開的 海洋黨 對對對各自發展 不然匈奴人現在就統一世界 之類的嘛 對對對 我會說他會被地理隔開嘛 所以現在又要現在就是變成他們其實都是隔開的 那誰會比較理他 沒有應該是說有兩個狀態 一個是在沒隔開 一個是在有隔開 就在沒隔開的時候 就如果大家是非常好互相靠近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一定是強制國 就假如這時候雙方的戰力都相防的話 一定是陳吉思汗會贏嘛 對 就一定是強制國的這個戰力最強嘛 然後就蓬蓬去把兩個國都打爆了 沒錯 但如果今天是在隔絕態的話 就不一樣了 你說先發展一千年 再一絕死戰 對對對 先發展一千年再來絕一死戰的話 可能發展一千年之後的話 那個自由國就比較強 自由國比較厲害 因為中間幾個小兵棋就把那個 強制國跟經濟國都弄倒了 對 然後就或是說他們的經濟就落後了 等一下從來嘛 就一個小兵棋他就歸零了 對 但是那個自由國的時候度過了小兵棋 他的文明就沒有被歸零 對 所以他的文明就比較先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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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這樣 自由國應該就會站上 對 所以那個問題會變成是 你到底是隔開還是不隔開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短兵相接的時候 最好強制一點 對 因為那個 這時候採用強制體制是最有優勢的 對 馬上敵人就在眼前了 直接打 不強制就沒得打 那如果你現在是有一定的保護 是隔開的 比如說有個台灣海峽在那邊 你可能可以經濟國一下 你可能可以偏向經濟一點 對 那如果說你不是台灣海峽而已 你是可能是星球跟星球的距離 比如說你是在火星 那這邊是地球嘛 你在火星實施這個自由制度 那沒有關係 那可能經過一千年之後 火星文明就比地球先進了 對 我會說這可能就會有這樣的差別 就是說因為你可以隔開發展嘛 你在那邊自由發展的時候 等一下地球又打不到你 對 那他打不到你的話 就是一種無形的隔開嘛 對 那他就隔一隔 然後地球再小命一幾隻他就不行了 或是他會先發展出那個經濟武器 然後去打地球這樣 對 因為這也有可能嘛 就是如果他經濟成長太快速了 然後馬上就有武器可以去 跨星球作戰 然後就把你火星又打爆了 也就是說那個 自由國的效率一定是不及經濟國嘛 就是說 我就說在短期效率上 就是說假設是發展十年的話 就一定是經濟國會比較強 然後就是很可能就會 那個 就是說就有機會把那個打爆 把自由國打爆 然後就是 那個自由國就比較吃虧 但是如果你是說時間拉長的話 可能經濟國會自己遇到一些狀況 然後就自己就封滅了 然後這樣的話 那個就是自由國反而可以持久力的發展 嗯 他不會死 就是比較難死 嗯 對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 就有這樣的差異 就是 對 確實是一種不同的 那為什麼 那這樣 那這樣強制國就是 如果立刻要打的時候 最有優勢 就如果你分配完之後 他變成短中長期的強弱 短中長期的強弱 好 就是說如果假設戰爭是發生在明天 好 那就壓強制國 因為他所有人都可以打 就我們是在同樣的 文明水平的情況下 做這樣的分割的話 嗯 就如果是同文明水平的話 一定是強制國是最強的 對 然後他就 馬上可以 馬上打的話就會贏嘛 然後如果是 可以隔開發展很久的話 就是自由國會贏 嗯 中間可能是 經濟國會贏 對 就是看長度嘛 看時間長度 時間維度 可以看你是幾年之後 要來決議高相 就那些時候 美國跟中國打仗 就是 如果是現在立刻 就是 所有的美國跟所有中國人 都要在一個 廣場 然後肉搏戰 然後現在的話 應該中國會贏嘛 因為美國人民就會 比較確戰 就他們不是每個人都想 戰嘛 因為戰賺的錢有限嘛 對就是 所以這個很像是 台灣跟中國 如果快要打仗了 這時候你 募兵制就 沒效了 因為募兵制 經濟誘因嘛 對 這就沒效了 你都馬上要打的話 你一定要真兵 不然你打不過 打不過 對就是如果你是 立刻明天要打仗 你只能真兵 你只能真兵 你只能真兵嘛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個還很久 你可能是二十年之後才要打 你可能還可以自由募兵一下 就是經濟誘因一下這樣 對 確實是變時間緯度的問題 對就是 所以 反過來推理就是 如果 政府需要增兵 就是 就表示 要打仗 離戰事比較近 就是預期打仗的風險提升了 還延長時間了 他就會做這件事 就是 就是對啊 所以我會說這樣就合理 就是 那個什麼 兩岸兵兇戰危 可能是真的 因為他要從募兵改真兵嘛 說他要延長兵役時間 就表示他預期打仗風險再提升 才做這件事 就是 喔 可是 為什麼 即時要打的話 就要用真的會比較強 就是 怎麼一半一樣 募的 對 因為募人要花太多錢 還要花時間 還要花時間去挑出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 花錢是可以的啊 就是你 撒大撒幣啊 政府就說 現在當兵待遇很好 一個月三十萬薪水 大家可能都去報名 就是 這個也是可以有很高的效率 喔 但因為國家沒有那麼多錢 沒有那麼多錢 而且他要投在其他地方 什麼 糧食 然後在軍事 什麼的 沒有沒有 其實是這樣的 那個就跟強制很像 因為你想嘛 如果國家說 現在當兵是 薪水大漲 變三十萬一個月 嗯 那表示他要跟其他各行各業收稅 嗯 就不然他稅金哪裡來 那就變強制國了 越來越靠近 就跟強制國很像的 光譜又往那邊去 對對對 因為他等於說是 你做其他非軍事產業的 通通給我繳 你獲利了三十趴進來 嗯 然後我才付得起 這麼高薪來養這些士兵嘛 就等於他的國防預算會大增嘛 那這樣的話 他可能就也很強制了 要強增稅收 嗯 對那所以他可能是 兩害相權取其金說 我與其要大量的增稅 那破壞我的原本的經濟運作 那我還不如說是直接強增就好了 反正一直都差不多嘛 強行增稅跟強行增兵是 只是增到不同人啊 強行增稅是有錢的倒霉 嗯 強行增兵是這個 就是 沒當過兵的倒霉 那一定是用沒當過兵的倒霉 你說讓那個年輕人倒霉 對啊有錢人哪會倒霉 沒有那是因為台灣現在是經濟國啊 如果是共產主義就不用這樣 我們會選擇就是 找年輕人來倒霉啊 對 但是如果你是共產國的話 你就說像那個中國的話 就未必要讓年輕倒霉 他可以直接增稅 然後強增一堆稅收 然後就高薪聘請人當軍人嘛 嗯 就是 所以他就是讓有錢人倒霉 事實上也是啊 中國是有錢人倒霉 結果中國如果遇到什麼危機的時候 倒霉的永遠是有錢人 因為他覺得我可以先犧牲有錢的利益 然後來滿足那個 但這是危機的 但平常他們沒錢人就很倒霉啊 不是不是平常沒有倒霉 你覺得他們倒霉是因為你都站在不對等的基礎上 我們現在講的是同樣的發展水平切成兩國嘛 所以就不存在你的平常比較倒霉了 就我意思說假設兩個國力相防 然後切成平行分割成兩個國 這兩個國現在國力都相當 然後這個時候採用這個 就是強制統治的話呢 他可以對有錢人增稅 然後用對有錢人增稅 來養那些窮的兵嘛 但強制他直接叫他當兵就好 對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因為他們可以靠當兵去查官 去想辦法靠近那個同志階層 其實他強增稅的意思很像 因為他對有錢人增稅的意思也是 就是直接剝奪有權的權利 可是在那邊就沒有 不是那邊走權利啊 那邊的錢都是權利的符號 就是他的錢等於權利 那他現在強增稅的意思就是 但經濟國的錢不也等於權利 兩個不一樣啊 就是說 這邊的錢是沒有財產保障的 這邊的錢是有保障 就經濟國你不能剝奪人民的財產了 但是強制國 強制國是可以剝奪人民的財產 那他幹嘛要爭他直接拿走就好 那我一直覺得說 沒有沒有爭就是拿走嘛 這講的比較客氣 我就說他就是把那些有錢的錢 都幹過來自己受傷 然後重新分配給底下的人 就等於是讓底下有一個爬升的機會嘛 說你現在來當兵你就可以翻身 你就可以接級翻身 所以我會說他就是用比較暴力的方式嘛 就是說你來當兵就可以接力翻身 可是你經濟國的話你又不能強增有錢 所以你只好定一些規則說 你是年輕人沒有扶過兵業你來當兵嘛 這是法律規定嘛 所以其實這樣的話就是 強制國可以賣權利賣特權 就是什麼賞千金封萬戶猴嘛 就是你可以賣特權 所以你現在來當兵你就有機會獲得特權 那經濟國的話因為沒有辦法賣特權 因為你的國家權利沒有那麼強 所以你反而只能透過法規去規定說 大家都要當 大家都來當這樣子 嗯 所以強制國其實比較強嘛 我是說如果以立刻要打仗來講的話 因為他能給的東西是比較多的啊 因為他也比較快 對他又快給東西又多 所以沒有錯嘛 如果是立刻要打 假如這兩個原本實力相近 你立刻要打的話是強制的會贏 立刻要打是強制的會贏 對啊你經濟國要贏的話 準備一下可能就會變成經濟國會贏 對那準備一下是因為經濟國的經濟比較好嘛 所以他準備準備之後他的技術成長比較快 嗯 就是他因為強制國的效率不髒 所以他的經濟成長就比較差 對但是就存在我們剛剛講那個問題嘛 就是說如果今天是 就是強制國發動奇襲 趁經濟國的軍事儲備不夠的時候 然後一舉把他殲滅了 因為你要想一個問題就是 那作為經濟國誰要負責 擔心軍事實力不夠 誰有這個經濟誘因啊 要發展軍事 就如果我們是一個經濟國大家都忙著賺錢啊 那大家都忙著賺錢的時候 誰有空說我要保家衛國 誰有這個賢情因地去想這件事情 可是這樣的問題就變成誰 是誰要給這筆錢啊 因為 這個市場就 國防預算啊 政府的預算 那政府就是一個強制的概念啊 他就是 沒有沒有因為他是民主選出來的嘛 就是 但他做的事就是強制的啊 他強制要稅守啊 強制要當兵啊 對 對 就是說 經濟應該建議在你今天有錢想跟我買這個 但是你沒道理 我們都送在同一地區 你沒道理跟我買一個兵去打他啊 就是沒有人會 因為這沒有經濟的效益啊 沒有啊有啊有啊 假設我超有錢 比如說是比爾蓋茲嘛 然後我比爾蓋茲就想要建一個私人軍隊嘛 所以我比爾蓋茲就開始大傻逼說 有沒有人要來加入了比爾蓋茲私人軍隊學院什麼的 然後就招了一批人啊 然後就可以建立自己的軍事 可是那個是資源利用的那個 就是機會成本啊 你投入在軍隊 你就是養一群人吃飯然後這樣 對啊可是我意思說他 那被你打掉對面會有向更大的報酬啊 對因為他認為他養了軍隊之後 再用軍隊去打一些什麼非洲國家能賺錢嘛 可是怎麼樣這樣都不會賺錢啊 所以就是我想可能就是 什麼樣怎麼樣都不會賺錢 就是經濟國沒有人會願意去做這件事 因為他本來就是不符合效益的啊 在現在的情況下 不一定啊 你如果打下中國有一堆稀土元素 有一堆稀土礦可能很值錢 就你可能為了中國的礦產 你就養了一支軍隊 然後把中國的礦產 把中國打下來之後中國的礦產就是你的了 但那個是成本的問題啊 如果你生產一個東西去賺錢 一定是比你生產一批軍隊去打完 那個效益還要高 對不起 我這邊結束了 想說來聽聽 對啊就是打仗的成本太高了 他那個效益一定不比你去做生意還好 你做生意只要做個東西 然後賣出去你就可以賺超多錢 沒有啊可是打仗的效益高不高 是看有沒有國家有超多資源 然後他們又軍事很爛嘛 比如說假的今天我就知道 那個某個國 他就是手無寸鐵 比如說什麼 今天說什麼幸福指數最高的 不丹嘛 假的不丹 剛好有人發現了 不丹那個國家地下買有大量石油 或大量黃金 那立刻就去把不丹打下來了 就皮膚無罪懷避其罪啊 因為不丹就是如果地下有黃金 他怎麼可能是幸福指數最高國家 就跟南非洲一樣 就馬上就會打爆好嗎 如果不丹的地底下都黃金的話 明天不丹就不在了 那這樣問題就變成這個打仗是否有效益 可是這樣他假設的情況就很多啊 你要先假設這個國家資源多不多 他不是怎麼樣的 沒有啊所以打仗很可能有效益啊 就是我努力的投資軍隊嘛 然後我的軍隊就是如果 假如我軍隊很強大 我去打一個弱國的時候 就可以把資源搶來了啊 對所以那回來開始問題是 誰要負責去意識到這個要打仗的問題 所以就是嗅到那個商機的人 對啊就是如果畢爾蓋斯突然發現 我不丹有金條埋在地下的時候 然後他去弄一隻軍隊 就把不丹打下來就賺到一些金條了 那這樣子就會那個人 那個發現的那個人 他就會開始去用錢 讓大家再去培養果力 讓他可以撐過那段期間 然後再回去打那個強制 所以對啊所以我會說 經濟國還是有誘因去養軍隊嘛 對因為他的養軍隊可能可以 撈到金條 也會有一些秀到那個商業模式 重點只是在於說他 未必會全力養軍隊 可是他只要一秀到說 欸那邊有金條 就會養了就會投資了 然後就可能就會 對啊我會說他發現有金條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口子就會那個 好 好 沒關係沒關係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對就是那個 對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 確實他們會是有誘因 可以去發展軍事 那就成立啊就是 你就是會有一些人已經發現 然後去養軍隊 然後去世代吧 然後培養果力 去抵禦那個強制國的攻擊 那就是要撐過那個 他國力的 沒有可是強制國不用發現 因為強制國天然的 不是強制國天然的統治者 就會覺得軍隊很重要 就你經濟國是要有經濟用益的時候 你才發展軍事 但現在不是就是 他們在那個地理上有割合 所以他們就是 他有爭取到時間發展 沒有沒有其實是 他不會全力發展 我是指說經濟國他 你就這樣 就是說假設今天 兩個國家的地理資源的量 他是固定的嘛 因為我們現在是公平分割嘛 就兩邊的黃金數都是一樣的 那我會說今天經濟國 他一定會想他做別的事情 可能更有經濟效益嘛 就他去把另外一個國家的 打下來的成本 跟他們拿到的資源數 如果是 就變成是賺的 但那可能是賠的 所以就變成是 地下黃金數會決定一切 假設分割兩國的時候 大家地下都沒黃金 那經濟國一定不發展軍事 因為他覺得打是虧的 所以就變成他投資爆權的問題 對對對 所以經濟國就沒有打仗誘因 那強制國有嘛 因為強制國他就是愛打仗啊 大家就多打一個國還是有好處嘛 大家多收一些奴隸嘛 所以強制國就會發展軍事 去把經濟國打爆 然後強制國就一統天下嘛 所以經濟國是吃虧的啊 因為經濟國的前提是要 強制國底下有黃金 自己底下有黃金沒關係 就是 反正一定要大家國家底下有黃金 所以變成那個資源開產的時候 經濟國就會沒有用 他們就沒有誘因了 因為已經沒有資源了 所以他們的重點資源沒有資源 對 就是他打下來之後 他打下來之後 他得到那個資源之後 但是他站在後面又沒有資源打了嘛 就假設他已經把黃金掏空一次了 然後掏完之後他可能就撤軍了嘛 對 因為反正不需要了 我黃金挖完走了嘛 然後 當然那個啊 然後強制國這邊就 然後就沒有黃金 可是對強國是沒有差的嘛 可是他可以去奴役那些人 讓他用錢去奴役那些人 然後就變成經濟國的人 你說規劃成經濟國規劃 沒有他們不會想規劃 不然你看美國為什麼不愛規劃 美國最討厭人家移民過去了啦 他還要訂各種條款 說什麼墨西哥要築一道牆嘛 川普說他築到牆 不讓墨西哥人走過去嘛 所以就表示經濟國自己都知道 人少一點比較好 因為他要 那些人是要分黃金的 你如果是一百個人分黃金 跟一萬個人分黃金 肯定一百個人分比較好啊 所以你覺得那邊就會發展起來 變成變成下一代強制國 不是 我在說經濟國還會把 可能智商不足的人都送去強制國那邊流放 就說你們這些智商低的不要來吃這個黃金資源嘛 所以我會說黃金撈完之後就撈到經濟國了 然後把比較低階的人口就流放到強制國 他也不需要強制國那些低的人口 就高智商人可以移民過來 低智商人就留在強制國 那我會說以這樣來看的話 經濟國當然一段時間之後就 就是他黃金都撈走了 然後把難民都送回強制國 然後變成經濟國都是一堆精英嘛 然後可是強制國就是一堆笨蛋嘛 可是強制國一堆笨蛋又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經濟國就不會再發兵打強制國 然後經濟國也沒有誘因要努力的培育軍隊 因為已經不重要了 然後所以經濟國就會軍事開始下滑 然後強制國這邊雖然都是一堆很笨的人 可是他們還是會雜交嘛 會有後代嘛 然後他的後代可能就會有一些比較聰明的人 可是他們已經沒有資源啦 對沒有資源 可是他們會有聰明的人 然後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可能裡面又會產生新的 就是軍事統領出來 可是沒有資源就沒有要打 因為另一邊他們至少會留一個槍 或什麼 那這邊他們可能是要丟石頭耶 對對對 可是 強制國只會丟石頭啦 不是不是不是沒有沒有 資源有兩種啊 一種是戰爭用的資源 然後一種是那個會被拿來吃掉的資源 就是說會被消耗掉的資源 譬如說假設經濟國把那些挖到了黃金 全部拿來那個可能做成那個什麼金箔巧克力 就吃掉了呀 那就不存在 他會拉出來 他會再 對 但我意思說他有可能資源是消耗掉的嘛 或者說你如果是天然氣是煤礦 你煤礦燒一燒煤了呀 就我意思說他的資源有可能會被用掉 用在別的有經濟價值的資源上 所以他可能到之後就變成兩邊丟石頭的時候 就變成又回到誰的將領比較厲害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意思說強制國一定會比較厲害嘛 因為他經過了很漫長的時間之後 幾萬年 幾萬年 才會丟石頭 不是因為他這些都是一堆難民 嗯 然後他難民中那個就是 拙出來的首領 一定是用打的 一定是打出來的 一定特別會打嘛 那經濟國那邊都在發展經濟 他不見得特別會打仗 就經濟國要一直很會打仗的前提 是要一直有別的資源才能強 有資源可以掠奪 對對對 就你要有資源可以掠奪 才會刺激經濟國發展軍事嘛 就他的軍事是被動發展的 他不會自己主動把軍事變強 特別是在有隔閡的情況下 那這樣子我們就會變成原始的狀態 會變成採集農業 沒有採集打獵這樣子 哪邊會變大 因為大家的資源都沒啦 然後就是經濟國的資源也沒 然後就被強制國打下來 但是在打下來之後 大家的資源都沒了 然後我們就也不能發展科技了 我們就只能去拆拆果子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你科技很厲害的話 因為你在想是軍事用途的科技嘛 你可能會有軍事用途的科技啊 所以你可能還是會有軍事實力啊 就我會說大家都需要發展科技 所以我剛剛說我軍事實力 那這邊永遠都贏不了 如果他的資源只要沒消耗完 強制國就不可能贏啊 因為他就有一些現成的武器啊 武器一把槍可以打幾十個人 他那個石頭丟一個人都丟不死 可是強制國可能會有人去經濟國留學嘛 留學之後歸國 就帶回了新的科技技術 可是但是他沒有資源啊 他們就變成要交易 他們要加入那一幫 他們可能出賣勞動力去換取資源 他們才可以重新換取資源 因為經濟國一定會疏於防備嘛 我意思就是說 因為軍事是沒有經濟誘因的 就軍事這件事情呢 經濟誘因是公共財 可是他們一定知道說 他們是用軍事來换衛他們的經濟 不是不是不是 軍事是公共財 就是說我意思說 經濟國的發展軍事這件事情 是對整個國有好處 但對個體並不存在好處 就是發展軍事對個體存在好處的時候 只有在可以掠奪的時候 如果發現沒有掠奪價值的時候 他對個體就不存在好處 他們現在就是有現存的技術 他們沒必要去給別人 讓別人來對他們造成威脅啊 對不對 他不會給別人 可是我是說技術會自然流通嘛 就是說因為你沒有 只是包不住火的 你不可能有一個科學發明 是不會流通的 可是他們也沒有資源可以去製造那些武器 因為資源都會搶走啦 不是不是這是暫時 那他們可以有知識嘛 就是說它是兩個階段 他第一階段是知識會先流通 對 然後經濟國這邊會想說 你反正你沒資源 譬如說今天造武器需要黃金好了 那你黃金都被我挖來了嘛 所以你沒有黃金 你造不出武器了 所以我就在教你這個物語學也沒差 反正你懂了物語學 你還是沒有黃金嘛 那這樣他們還是被他控制住 對對 可是我會說你要想時間經過更長啊 你經過更長都有幾種狀況 譬如說是 萬一強制國又突然秘密的發現一個地方有黃金 然後他就現在局勢就扭轉了 或者是他如果就是 就是什麼 就我會說就是 就是他有很多原因 可能可以扭轉這個情勢 就扭轉一個資源不足的情勢 對 因為我會說如果你是經濟掛帥的話 你就不可能一直花錢在國防預算上 對 假設你這個經濟國是以經濟掛帥 你的預算花在軍事上是只有建立在 你認為對手跟你可能有軍事威脅 的時候你才會發展軍事嘛 所以你是被動發展軍事 你是覺得說那個強制國現在的軍事實力是 200分 那我可能要弄個300分的防守 那如果他軍事實力提升到400分 我就要弄500分 你又會只是為了夠防守 但你不會想說我要自己無限刷分嗎 你不會說我要把我的分數刷到1萬 對對對賺不到錢了 所以經濟國只要沒有對手 然後也沒有攻擊的目標 也沒有可以掠奪的目標 他就會停滯 就他經濟國的軍事發展一定有停滯的一天 他一定會發展到某個程度 他就不想再發展軍事 這樣另一邊是0分啊 一開始是0嘛 他會發展抽取知識 他鐵定要發展 因為他們那邊都是互相干架 決定誰當皇帝啊 所以我會說他們 他也會搶這邊 其實想搶這邊的資源 他會搶這邊的知識 然後搶這邊的資源 會有各種手段 雖然他可能要經過很長的時間 這可能要經過幾萬年之類的 但我會說最後一定 就強制國這邊總是會有人 就無意間 就是反正就是 可是這樣幾萬年 回答一開始那個自由國 幾萬年可以讓經濟國犯人自由國 自由國在把那個強制國吞併 那全部都變自由國啦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指說 自由國 沒有啊 吞併不了嘛 因為你現在的狀況是說 大家是有一定的 那個 物理隔 隔閡的啊 就是我會說就是 三個國家是有一定的 物理隔閡 因為因為 可是我的物理隔閡 強制國的頭 到底都打不贏經濟國啊 因為他可以躲在 歸在那邊發展 發展他們的經濟啊 找出適合的人選啊 因為強制國就是要 要擊戰嘛 我今天要打就要打 馬騎過去就開始 對對對 但我現在說 會有天降資源的瞬間嘛 就我說一開始是 所以應該說 大部分時間是打不贏的 就你可能 大部分時間 是經濟國比較優勢嘛 強制國都是 沒什麼資源 然後 人也不夠聰明 聰明的都移民到經濟國了嘛 所以你會有 大部分的時間 強制國沒什麼用處 但是會有朝一日 就強制國突然 天降神兵嘛 你突然挖到一些重要的資源 剛好 新濟國 人都是笨蛋 剛好那一代都是笨蛋 之類的 沒有 那個比較難 我就說天降資源比較容易 就是你強制國突然天降神兵 跟隕石掉下來 之類的 然後隕石 一堆鐵 反正我意思就是說 你強制國突然又有很多資源 大家突然資源被 差距被迷平的時候 這時候 這時候強制國的那個 軍事性質就會體現出來 結果我就說 強制國就是你只要 一逮到機會 他只要有一個縫隙給他 他就可以發兵去把 經濟國幹掉了 就是說你不能有那個瞬間嘛 就是你的歷史 你的歷史是長的 就總會有某一個瞬間 強制國 逮到一個空隙 就把經濟國 吞併了 因為經濟國他不會 無限制的發展軍事 那就變成 那就變成剛才講的 就是強制國 就是打得贏經濟國 但是經濟國 在那個強制國之後發展 他還是會被獨立出來 就是因為在那個情況下 大家就是 就是會打架的不會治國啊 對 所以強制國把經國打下來之後 然後整個國家 又會慢慢變經濟國 然後又被打掉 然後又變經濟國 那就要看那個經濟國 他能不能一直守住那個 強制國啊 就是守住他外面嘛 就假的地球上的強制國 把經濟國打下來 然後所以全地球 會先變強制國一段時間 然後可能一段時間之後 這些國家又開始發展經濟 所以就慢慢變經濟國 那地球就是一個經濟星球 然後現在變成一個經濟星球 跟一個強制星球 然後強制星球 然後再把地球打爆了 然後所以整個就是 可能太陽系又都變成是 那個強制性的統治 然後他強制統治一段時間之後 又會變經濟掛帥 但也有可能有一個在很遠的自由國 然後他一直發展 他變得非常先進 然後比地球太陽系 對 比銀河系戰神 對銀河系戰神 然後在這邊就殲滅了 然後就變成大家都是自由國 對 這還是地理的問題 地理問題 地理問題 那就是一個循環的過程嘛 就是說 就是說 你如果隔得很開的時候 你就會從強制變經濟掛帥變自由 嗯 但如果你的隔絕很近的時候 要交鋒的時候 那你就又打不贏了 就是大家如果 或是天降神兵的時候 就又打不贏了 所以它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 它不會有一個最終態 就是我會說 就我會說 我們不能期待有一個烏托邦嘛 因為今天如果一個國家是超自由 然後又超級多資源 就像馬克思講的那樣嘛 如果真的發生了 那個只是 建立在大家都那樣想 大家都有自由的靈魂 嗯 但如果說講那個自由國度裡 突然哪天 出現變異種 就可能有人 或是突然調天降一個壞人 然後那個壞人就是 他就很想要 沒有他很想要當皇帝嘛 然後所以他就開始秘密組織一些人 加入他的大軍 去洗腦 然後之後對不對 去洗腦 發生他的宗教怎麼樣 然後最後他突然 那個 就他 因為他有可能掌握那個 自由國一半的資源 這很容易嘛 因為太自由了嘛 沒有人去防守嘛 所以他就一下就掌握一半的資源 他突然就登基了 然後從此自由國就變得很不自由 結果一個國家從 強制國發展到經濟國 再發展到非常高度自由的國 然後他又會有一天因為奇怪的政變 之後又變回去了 真的是這樣 就是說內賊難防 就是說你這個國家擺很自由很好 就有人覺得不爽 他就覺得說我想要當皇帝 然後剛好站在這裡就完蛋了 就是你的那個就是 就是烏托邦不難容許一粒沙子嘛 就是你只要有一個污點 有一個 那個 就是 就是 那個什麼 壞分子 有壞分子 對對對 然後他他只要 對就是他只要 突然開始組織你的軍隊 然後你的自由國就敵不過這個壞分子了嘛 就你馬上自由我就變不自由了 對 好討厭 所以就不會有永恆的自由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 就不存在永恆的自由 就有存在局部性的 就不存在永恆的自由 就不存在永恆的自由 都不存在永恆的自由 所以你覺得呢 那你就很不好意思啊 就 就一直都是這樣吧 就是 就感覺就有人就知道那裡比較好 但是總會 就是沒有辦法 那你以為現在地球在哪個階段 地球 就是那個循環的階段啊 就是 就是會有 馬斯 我一直搞到 馬克斯這種人 他們就知道 但是我覺得地球在什麼階段 地球現在就在那個資本的階段 吧 比較偏資本 就現在暫時是那個 經濟掛帥嘛 對啊 好啊 但是 雞雞跟網上也很白癡啊 看一下我最近在想那個炒房的問題 那真的就是 你加入那一方面就真的舒服很多啊 就是 就是我就是最近在看草蜂影片 我以前都是抱著我買不起房子的心態去看 我覺得 對對對 我買不起房子 但你抱著你想要炒房的心態去看 就覺得 對我這個我可以炒 對我可以這樣炒 就是 就會變成這樣啊 就你只能選擇加入一個 你明知道這樣不好 因為我本來也是這樣 我就覺得 大家自己有自己的房子 居住正義 就隨便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不用擔心自己沒有家 但是現實就是 你要加入對方 你要讓別人沒有家 你才能有家的感覺 就像那個 我覺得炒房就像是你買第一本房子之後的那個 賣掉的那個現金 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初始至今很重要 嗯 但政府有一個什麼 青年的 就 的貸款喔 你可以貸一千萬 然後五年寬限期 嗯 靠腰那就是炒房的第一個資金 他明明就是拿來補助那個 就是買不起房子那些人 但在想炒房眼中看來 他是第一筆資金耶 就是這個事就很諷刺啊 嗯 那你要不要加入就是 對 他就是在那裡 然後這個置物就是 就很奇怪 買房子就很賺錢 就很奇怪 那 如果我 好如果我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是不是 又是有點 對不起我之前的我 但是如果我不做這件事情 我是不是對不起現在的我 就是 就是 就很奇怪 然後 明明就是 所以我才講獨自本論 我就覺得馬斯克 馬克斯 那自本論是 另外一個人寫的 對啊 是那個吧 是那個啊 就是那個什麼 卡爾馬克斯 對啊對啊他寫的啊 可能有人在 解釋他那本書 但他有一本就是 三本這麼厚的 對 就是 資本本 對卡爾馬克斯 喔對對對沒事沒事 對啊我會覺得這個人 感覺就看到了一些什麼 然後會覺得 就是那種 像我們剛剛討論的 自由的那個國度 就是一個蠻理想的狀況 可是就是 就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人性還是怎麼樣 就是總會就是 就是會被打斷 然後又回去 不知道 雖然現在可能有一些 什麼 機器人 人可以幫我們種田 什麼的 你太出來了 當然 這樣能改 就是這樣可能可以 讓大家變成一個 不需要工作的時代 但這樣真的就可以嗎 我也不知道 就說到底 不知道到底是人的問題 還是 到底是資源的問題 還是人就是這樣 那如果人就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很白癡啊 如果你想要變自由的那個人 那你根本不會自由啊 然後你在經濟體系下 你就是選擇剝削跟被剝削 那共產根本還吃 其實大家都沒飯吃 那你就覺得不知道 就不知道啊 沒有啊問題是在於那個 就是如果今天世界大一同的時候 就是那個 好戰分子 反而是最優勢的一方 對啊 因為大家都是 就是就跟你講一樣 有一個不正常的人 對啊 他反而是 他反而會變正常的 對對 反而還會變當皇帝嘛 對啊 就不正常的會變皇帝 對啊 然後這個又整個變不正常 真的啊 而且如果只有一個人還好 可是那個一個人就可以影響到 那一個人就夠啦 你一個星球 只要突然掉下一個 那個想要當皇帝的人 就很危險啊 嗯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機制去 塞掉他們 塞掉他們 但問題是你是自由國 你就塞不掉 沒有經濟國塞得掉嘛 就經濟國他們還會制定一些法律 然後一些教育系統 一些監控系統 因為他不是完全的自由的 他還是會有這樣的事情 但如果也是完全自由的國度的話 那你就 不可能做這些事情 那當你都不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只要來一個 就是 有私心的 想要 當皇帝的 他可能就會 把這整個都破壞掉了 嗯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是一個 緩慢上升 正邪律的群衡 希望是 希望還是一直會回去 但是 會 靠近一點點 沒有應該說是 他只能靠那個 避難啊 你只能遠避 就比如說你 愛好自由的人 先去那個國家 你都去到一個新的星球 然後你這個新的星球 大家都是愛好自由的 可是這樣難免還是生出一個不愛好的人 還是一樣的 對啊 但我現在意思是說就是 就是比較有機會嘛 就是說 但你一旦是星球接浪之後 一旦交通能力提升之後 就侵略嘛 像你看 古時候不是那個歐洲大航海時代嗎 他一可以大航海之後 馬上就侵略非洲啊 馬上就去把美國的原住民都打爆啊 就市場只要一旦那個 就是發生這種事件 就有交通工具 突破那個地理限制之後 就完蛋了嘛 我意思是說就 也沒有完蛋啦 就是 整個文明就會 天秤就會傾斜向 那個 軍事那邊去 就會傾斜向武力值那邊去 除非先搬出去那一拳就是最強的那拳 但他們也不確定能不能維持 而且還要仿內鬼 沒有沒有 先搬出去的時候一定可以維持 但是維持不了很久 有人維持都有看照畫的 就你一定可以短暫的維持 你一定可以維持一段時間嘛 就是 就反正自由國最怕有內鬼嘛 就是自由國在沒有內鬼的時候 然後在隔絕狀態下 他是發展最迅猛的 最迅猛的意思是說 他是最能抵禦各種危機啦 就是他是最不會被滅絕的 對 那經濟國短視盡力嘛 所以他們就是 遇到一些大型災難 意外的時候他們就不行了嘛 然後那個強制國都根本不用講嘛 根本民不聊生嘛 因為那個 只要服務皇帝就好嘛 所以我會說這樣來比的話 一定是自由國是最有利的 可是等到那個自由國裡面 自己出一個內鬼 他想要當皇帝的時候就崩塌了嘛 就是 自由國經不起一個想當皇帝的人的竄起 對 然後他就會又回復到最土的皇帝制 所以他就是一個循環 所以他就是一個循環 完全崩塌 或是 就是支援用完 就是會不會有這種 終點 強制國會因為 支援用完而被迫要變成經濟國嘛 因為他支援發現不夠之後 就會像鄧小平說的這個 就是我們要發展經濟 然後就會變經濟國了 他一定會變成經濟國嘛 因為他會支援不夠 然後經濟國發展發展會不會變自由 這個倒是不一定 因為你可能大家都賺錢賺很爽 你不一定會想要那麼自由 但有可能會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錢太多了 就所有的錢都多到花不完的時候 才有可能 就是他可能會自然的演變 大家就開始覺得錢也沒有那麼重要 就追求一些錢以外的價值 他就慢慢變自由國了 對 所以他是一個演變嘛 可是你變成自由國的時候 太自由了 你又經不起打 經不起戰爭 嗯 就像我們公司嘛 在這個商業競爭的角度來講 我們就是那個 就是 我們大概是介於經濟公司跟自由公司之間嘛 就是我們 還不敢完全自由 因為我們就是 需要一些 經濟優衣讓大家工作 對 但是就是 如果我們變得很自由的話 他可以高度迅猛發展 可是他也會經不起 這個 友人開始心處不振嘛 嗯 這個都是 一樣的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習慣了 思考模式跟價值都 越傾向自由的話 就有可能會在無形之中 就缺乏對壞人的抵禦力 對啊 可能哪天就會 突然我們公司就 就 就是某個重要的技術 就被人家 奪走了 或是剽削走 怎麼樣 因為大家就疏於防範 我們現在應該還是 暫時還是經濟掛帥啦 因為那個街囊 就是我們還沒有壁壘 還沒有這叫什麼 深溝豪壘 就是說 還沒有隔絕到那個程度 所以我們暫時還是比較 靠經濟掛帥一點 還是要經過經濟那一段 才會 才有可能自由 對對對 因為要那個等到資源 豐沛到一個程度 才能這個 就是 落實這個 自由國嘛 嗯 本來是經濟型工資 這樣很正常 大部分其實都經濟型了 對 就是 我不知道哪個公司 是已經發展到那個 有啦好像那個什麼 聽說那個 Google就有一點 變成自由國了 真的 因為他們就是 覺得那個嘛 就是已經 夠強了 可是這樣他們就會衰敗喔 不是會衰敗 是可能就會有內鬼 就會 把一些技術偷走 或怎麼樣 他只要被超越 還就不是 或是他 就是他只要相對競爭力 沒那麼強 他就不是 就看他能不能維持住他那個 其實有可能他已經被 變成強制國了 有可能已經有 君主竄起了 只是我們還不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們在外部看不到 等書寫出來才知道 對對對 可能過內部已經有一些人 開始 搞鬥爭 然後奪權什麼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而已 我只知道他變自由的那一段 就是他 他從那個 他竄起的時候 反正就是 裡面就有很多人 就 應該說其實 就反正他們就會做很多 創新的嘗試嘛 然後就形成了 Google強大的 互承核系統 就像現在才有什麼 YouTube可以用之類的 要有一段時間是 高度迅猛發展 但是就我不知道現在又變什麼樣了 對 因為你在開始搞鬥爭什麼了之後 你的飯就會停止 所以只能反向得知 如果有一天發現Google不成長 你就知道他已經 已經變直了 對 就知道他變直了 所以不成長 不是Google了 就是其實自由會帶來成長嘛 但是 自由的後果就是 呃 就是你的防禦力會低落 然後防禦力低落就有風險 嗯 因為人就是一個意思 對 所以重點還是看 當下跟哪個地方比較契合嘛 嗯 所以我們公司都是用 丟骰子來 那個篩選員工嘛 嗯 就是看你那個當下的條件有沒有適合 嗯 就是 你以現在來講 你期望的月薪是多少錢 你寫3萬8到4萬2 那當然是4萬2啊 喔好那就 所以你覺得4萬2也是滿意的嗎 我不滿意啊 我不滿意 沒有啊那你可以提一個你滿意的數字 我提一個滿意的數字 因為我們都是Duce來決定的 好那我數一下 5萬5萬 5萬你就滿意了 就滿意了嗎 幹我也不知道欸 我再想一想 應該要拿一個東西來 分量 嗯 買房子 我想先加入那個 買房子 我想先加入資本的那一方 沒有笑 如果我5年要買房子 嗯 那我 假設我的頭期館是250萬 嗯 那我一年要存50萬 嗯 一年50萬的話 我月薪是 好多4萬多 可是那時候我要全部存下來的情況 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可能一個月要6萬 我可能還可以一年存50萬 嗯 那這樣我會 但是 但我也可以用 股票去賺一些錢 嗯 5萬 那你可以買我們公司股票 我有啊 我有啊 我會說你應該那個 大局買錢 沒有我會說你應該 要一個叫做 選擇權 股權 叫股權選擇權 就是你可以那個說 你的薪水的 多少 可以拿來用什麼價格 購得股份之類 嗯 選擇權 選擇權 不過沒有關係 我覺得那個都是 嗯 不重要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就這個 真實薪資 就那個是理財討論 嗯 就是要不要買股票 那是理財 欸之後再說 對我們現在就就真實薪資 嘛 反正你覺得5萬就是 你覺得就是 不錯的 你可以接受的真實薪資 對 對 那如果我們是這個什麼 嗯 因為我們都 只是骰子獎金 就比如說我們 假設是3萬 嗯 就是3萬塊錢 然後骰一點加6千 也就是3萬6到6萬 嗯 這樣的話是 期望值是我想想想 6千 一萬 兩萬億 這樣就是期望值5萬億 嗯 你如果是只骰 3萬加上1.6千 哦 這樣期望值就是5萬億 哦 那你覺得這樣是 是可以接受的嗎 期望值 啊最多就是骰到6 這樣子 骰到6就是6萬6 6萬6 啊骰到 骰到1 就3萬6 就3萬6 對 然後每個月會領到 3萬6到6萬6不等 哦 對 看你骰幾點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這個 這個分部對我來說 期望值是5萬億啊 你如果要買房沒有差嗎 因為你的生活花費 就控制在3萬以內 然後骰到我都拿來存起來 長期來講也是 期望值應該是公平的吧 就是長期來講你會 拿到那個 那你就不能用期望值來看 為什麼 因為期望值就是 它是一個誤區啊 它就講說你好像 你覺得拿到5萬億 不是 如果你要拿6萬6 那期望值就是一個 騙子的東西 不然我只是說這樣平均是5萬億 就比你的5萬還好一千 所以這個期望值應該是比5萬好一千 嗯 那 好我也想不到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 這樣子蠻有趣的 那就按這個來塞塞看吧 像是這個 3萬6加上1.6 3萬6加上1.6 3萬加1.6千 就是反正就是3萬6到6萬6的範圍 那我可以問那個嗎 就是 我要怎麼樣 算是我骰到這個點數 沒有啊 就你等一下要骰到6才會按這個待遇 但是我可能這樣做下去 那這一瞬間才還是有 這樣算嗎 什麼意思我們要在杯子上方丟骰 然後它就是會 所以那個 不能彈出來彈出來就蟲子 彈出來就蟲子 彈出來就蟲子 對對對 然後要這樣再 然後就是我給你示範一下 就像這樣 這樣子 蟲蟲蟲蟲蟲 對啊5點啦 太可惜了 5點就不行 但5點的話你可以這個 接受這個 就是 嗯 別的薪水的重骰 就是 就5點有一次重骰的 降精重骰的機會 什麼意思 就如果你骰5點的話 我們就是會 可以 呃 開一個 待遇給你 然後可以再重骰一次 就如果你 接受差一點的待遇 因為5點我們認知就是 那個薪水太高了 就是說 就 就你這個人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價錢不對 就是 目前在5點的解釋 那5點呢 可以有一次重骰的機會 就是降薪重骰的機會 啊 啊 所以就骰到5點要重骰就對了 你也可以不重骰 你就覺得說 老子就是一定要這麼貴 那你就謝謝這樣子 結果反正就只說 骰到5點可以提出一個新的薪資 然後再骰一次 哦 對對對 哈哈 所以我就要再設一個range 對對對 然後再骰一次 然後再骰一次 啊如果我不要的話就回家 對對對 所以5點是這樣子 對 啊6點就是我 6點就是按照 好煩喔 那你就不用想那麼複雜 你應該要想的是你就骰6就好了 幹嘛想那麼多 哎呀4點啊 4點就是這個 這三個月以後再來 就是 就是反正你還要當兵吧 當完兵再來啊 就是這個 對 可是你這個現在還是太早了 嗯 4點就時機還不對 然後三個月都再來 好 好